我們被遣犯了 原因呢?很好笑喔 好我們天黑的時候離開HERWIN的巴士站 天黑的時候又回來 又回到原點 今天是一個蠻戲劇化的一天 睡完一覺我們今天沒有太多的行程 下午要去搭飛機 所以我們就用今天跟大家說 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昨天是元旦1月1號 所以所有的車子 我覺得都沒有照正常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時刻表發車 我們要先搭車去亞美尼亞的第二大城 現在早上八點 然後我們剛剛有點崩潰 因為我們先到第一個車站 但是到Girme在那個車站是沒有Mashuka的 他們叫我們來到這裡 結果來到這裡也沒有Mashuka 說是這邊的司機說是要到十點才有Mashuka 他一開始跟我們講價錢是一個人三千 我覺得有點貴 可是因為我們在這邊也沒有搭過這種 共產的計程車 所以我不確定價格 只覺得 跟Mashuka也差太多了 差了兩倍 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只要兩千 我們被坑了一千 我們好不容易從Girme搭車到這邊 快兩個小時的車程 結果今天這裡沒有車要過近 因為今天是新年 唉 我們為什麼那麼趕 就是因為不想要再待在亞美尼亞了 所以我們後來呢就決定 今天再怎麼樣都一定要到邊境去 我們現在就是所有的車子呢 都沒有開 因為今天是過年 因為沒有任何的Mashuka可以離開這裡或什麼 所以我在想我們就 又要再開始展開我們的達便車子 也沒有辦法 就是只能逼著我們這樣 阿哈漢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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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一輛計程車突然就停在我們旁邊 裡面副駕駛坐的人叫我們上車 我們遇到了一個人 他也要去喬治亞 然後他想要在路邊搭便車 然後他現在要坐車 坐計程車到Main Road 所以就是邀請我們 主動邀請我們一起上車 後來我們討論之下呢 覺得五千塊到邊境 三個人一起評分的話呢 價格還可以勉強接受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挑戰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好公司 OK 但是要知道 這個邊境平常就很少人走 而且今天又是元旦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不知道 到底到了邊境之後 就算過了關口 還有沒有車子 會把我們載去喬治亞的下一個城市 車子一直開一直開 沿路越來越荒涼 就是從村莊 慢慢的變成全部都是雪 是真的全部 你從窗戶望出去只有白色 沒有其他的顏色 現在我們走的這條路啊 車流量非常的少 而且重點是 這邊 真的非常的冷 我們應該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整個覺得是 在一個白雪世界裡面 兩邊都是非常厚的金雪 然後這個房子呢 都覆蓋著雪 這邊跟其他亞美尼亞的地方 完全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好像是在幾地的對不對 對啊 除了白看不到任何東西 整個房子就是全白 開了大概三四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到達了關口 好我們來到了巴爾巴的關口 你看這邊一片白雪世界 我們沒有在開玩笑 現在就是挑戰的時刻了 表演現在開始 我們蠻順利的就通過亞美尼亞這邊的出境 但是真正的大魔王在喬治亞這邊的入境 我們又走了十分鐘的無人地帶 來到喬治亞的關口 好緊張喔 加油 我們把我們的護照啊 交給移民官的時候 他一看就開始 台灣台灣 在那邊翻 然後就問我們說是不是台灣來了 那我們就說對 接著呢 他就把我們的護照 拿進小房間 叫我們坐在旁邊 這時候呢 我們就想說 慘了 好像有點不妙 如果OK的話不用拿進去 但是呢我們就在那邊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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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就出來問我們說 你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我們說我們要去坐而起 然後可能只會在 可是一直待一天 我們就直接過去了 還問他說有沒有巴士 然後他就說 我們可以搭便車過去 我們就想說 啊穩了 他就都這樣跟我們說了 還叫我們可以搭便車 那應該是OK 接下來我們就一派輕鬆地 坐在旁邊 那後來我們又等了很久 就一直問說 好了嗎 好了嗎 因為我們的朋友還在對面等我們 後來他就說 OKOK 想說我們想說 啊要走了 結果呢 把我們叫進去房間 我們12點到這邊 然後大概僵持了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把我們叫進去一個小房間 就是這個 這個小房間 他一開始呢 先開始他的 隨身的錄影器材 然後說我現在要開始錄影了 我想說現在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呢 代表喬治亞必須要跟你說 你 被拒絕入境了 然後他就開始引述條文 什麼條文呢 法國外國人 就是沒有佛籍的外國人 第11條 第11條 第i 下 他們現在就給我們一張這個 前返的證明書 上面就寫了我們的名字 然後護照號碼 旅行證件的號碼 地址 他是不是亂選 然後原因呢 很好笑 原因 有一大堆原因 然後他選的原因是 其他基於喬治亞法律 那我就請問你 基於哪一條法律 我真的是不懂 這個條文 到底是什麼 他說他不能告訴我 我說 為什麼我們被拒絕入境 他說 他不能告訴我 我說 你勾起來這個地方 是基於其他 喬治亞法律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到底為什麼會被拒絕入境 在這個關口 他說 因為在十天內 向我們的領事館 提出抗議 提出申訴 他們才能給我一個正式的答案 我們該有的文件都有 什麼都有 我要秀出他們簽證的那個規則 給他看 他就說我知道 那我問你 你如果知道的話 為什麼你不讓我去入境 顯然是有一些 不能告人的秘密 然後他就是堅持說 我們不能入境 而且我們還發現 我們上一次有興趣喬治亞對不對 那個喬治亞的入境章 被他化掉了 這個是喬治亞的入境章 然後現在他寫什麼 Cancel Cancel 這時候呢 Ska就跟我說 你要不要哭一下 你要不要哭一下 因為我實在是太震驚了 震驚到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們這次可以入境 我震驚到我當下 就是沒有很激動的情緒 就是腦袋也變空白 那我們就還是醞釀了一下情緒 然後我就哭了 幹嘛啦 我們被拒絕入境 你現在在幹嘛 我在等我車子幫我們載回 亞美尼亞 可是今天沒有半輛車 沒有半輛 今天是新年 而且我們選的這個關口很少人 而且全部都是往喬治亞方向的 沒有任何人要去 亞美尼亞 但是呢 我哭了也不能改變什麼 苦肉劑沒有用 他就說他們很抱歉 但是沒有辦法 他們能做的 只有幫我們找一輛車 送我們回亞美尼亞市區 現在就是這樣子 在這邊繼續等 等會兩個半小時 終於有人來了 而且他也非常好心的 願意載我們回亞美尼亞的市區 可是 你以為故事到這邊就結束了嗎 還沒 我們重新回到亞美尼亞的懷抱 想說 終於有個地方願意收留我們了 結果呢 在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他說 要看我們的簽證 看了一下之後 他說不行 我們這個是一次入境 我們要再申請一次簽證 那我們其實跟他們解釋了很久 用翻譯軟體啊什麼 用各種方式跟他們解釋 我們是被遣返回來 我們還出示遣返的那個文件 跟他說 我們就是要取消出境 我們根本都還沒到曹治亞 我們就是在兩個邊界的中間而已 但是呢 他們就是很堅持 一定要我們 再申請一次簽證 這時候 Wendy 就真的哭了 這一次是我完全沒有怎樣哭 他就 真的 淚崩了 沒關係 沒關係啊 怎麼了 很難過是嗎 哪有一個國家被遣返還要Visa的 嗯 太壞了 Thank you What do you do? I'm a doctor 這裡真是太誇張 我現在非常的生氣 然後這路已經 我當下就在那個半簽證的櫃台就哭了 那這次不是 不是假的哭 這次是真的 就我真的悲從中來 想說我們到底 招誰惹誰 我們有做錯什麼事嗎 反正呢 後來我就是一把VT 一把眼淚的通過了關口 出去 看到我們的車主站在那 我又哭了 我又哭了 買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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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我就是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們其實折騰了也蠻久一段時間 他們其實也不用載我們 他們根本沒有義務要載我們 也沒有收錢 但是呢他們還是在那邊等著我們出來 不知道要等多久在那邊 在雪地中 沒有半輛車經過的情況下 在那裡等著載我們回去 沒事的 沒事的 就是付錢而已 好嗎 嗯 就怎麼了 他們太欺人太甚了 你覺得很委屈嗎 嗯 你被遣返回原國 絕對不需要再買一次Visa 只要註銷他的出境章就可以了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亞美尼亞堅持 我們一定要再辦一張Visa 然後 講都講不聽 然後我們也求他 拜託他查證 就是不聽 這些關口其實他們的權力很大 就是他們能夠決定 任何事情 他說的算 就算不是事實 也是他說的算 其實我們有其他人在 在不同的關口都有被遣返 不管是火車的 或者是陸陸的關口 沒有聽過要再繳一次簽證的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你去搭飛機 然後你搭飛機錯過了 那你要回到原國 他一定是把它註銷而已 沒有什麼再一次簽證 很多國家簽證要辦個三個月 一個月 那怎麼可能馬上辦呢 那因為他可以馬上辦 我想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 為了要收錢 就這樣跟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再辦一張簽證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進到亞美尼亞第二次 有很好心的人 願意在我們從這個關口 回到亞美尼亞的一個主要城市 因為 這邊真的是非常的 外面都是在下雪 然後很高很冷 如果我們在這邊是絕對 找不到任何的交通工具回去 這邊沒有任何的taxi 我出來的時候看到他正在那裡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以為他走了 因為我們用很久的時間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載我們 所以還是有好人啊 好嗎 好吧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悲慘的 闖關喬治亞失敗的故事 我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花了很多錢 又回到原店 我們最後大概一個人花了一萬Dram 大概台幣六七百塊錢 做了一件我覺得 也是蠻值得自己驕傲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其實 並不後悔我們去試了這一次 即使我們知道 台灣的護照 好像不能進喬治亞 但是呢 他們沒有跟我們說 他們完全沒有明確的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去 我找了很久的資料 網路上他們外交部的網站 也沒有任何一個條文寫說 台灣護照不能進喬治亞 我們只能從別人的旅行經驗 還有我們自己的旅行經驗 得出這個國家 基本上是不承認台灣的護照 然後也不歡迎台灣人到他們的國家 那最後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有人想要來喬治亞的話 我們曾經用台灣護照加美錢 成功進入喬治亞 也用同樣的方法被拒絕入境過 所以一切就是看 其實是看你遇到的移民館 跟當下的情況 網路上也有人成功 有人失敗 那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也要告訴你 就是會有這個風險 我覺得我們自己對得起自己 如果有些地方真的不歡迎你 那我們也不需要去這些地方 當然是這樣 不過再聲明一下就是 喬治亞還是有很多好人 只是他們的政府是這樣子 我必須說 我們這兩次遇到的移民官 他們其實也都非常的客氣 雖然他們就是一直不願意 不管我們怎麼問 他一直不願意講出真正 為什麼拒絕我們入境的答案 可是過程中他們其實都是非常平和 非常禮貌的 甚至跟我們道歉 所以這也不是他們的錯 以上就是我們被遣返 我是第二次被拒絕入境的 我是第一次 人生成就解鎖 而且還在新年的第一天呢 2020 你們也有被遣返 或是被拒絕入境的經驗嗎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一起來取暖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能接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IG跟NVE也都要去追蹤喔 才能看到我們最及時的旅行動態 那我們就下一個節目見 掰掰